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 很久又没给花友们拍这个三角梅的养护视频了 今天给花友们拍一个扦插的视频 因为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些白白的袋子了没有 这些就是我们扦插的三角梅 这个扦插了大概是二十多天到一个月 反正时间是不等 扦插了很多颗,全部套着袋子 然后里面有水蒸汽 这个时候就是代表它的湿度 湿度,看一下湿度是有的 有一些我观察到,有一些已经是发芽了 有些还没有发芽 发芽的早晚,时间那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花友就问了,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十三哥,同一个棚,同一种土 同样的杆子,它发芽,时间不一样 这个就要说到一个杆子的活性问题 还有一个杆子的粗细长短 都会取决到它发芽的时间长短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十三哥打算 拿一盆起来给花友们看 因为这一盆比较短 它最早开始发芽 我们就打开它看一下 这里面密密麻麻 我牵插了二十颗,高度在四十公分 到五十公分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已经发芽 但有一些是逐渐在发芽 还有一个问题,你看一下 这些是刚开始发芽的 但是花友们还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发霉 很多花友牵插碰到发霉的问题 这个发霉的 其实发霉关系不太大 有没有关系,一点点关系 这些没有,发霉是怎么造成的 主要是它里面有湿气,不够通风 所以说导致它发霉 还有一个发霉就是密 大家可以看一下,擦得非常密 所以说导致发霉 这个问题不太大 像这种,我们牵插成活 以后,不能说成活 只能说牵插发芽 现在下面可能还没长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说像我把这个袋子 一下子给它扯掉 看到已经长起来了 袋子给它扯掉 我只是为了给花友们演示 我才把这个袋子拿掉 等一下我还要套起来 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所有的三角梅都发芽了 尽量让它在这个袋子里 让它这些枝条长得壮一点 长得旺一点 因为现在的温度来说的话 拿掉袋子和不拿袋子 袋子里袋子外的温度相差很多 起码说可以擦到十度 五度到十度这个温度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袋子给它套起来 所以让它发芽了 让它在这个袋子里面尽量生长的粗壮一点 我们这个袋子也不能说一下子取掉 我们现在就把袋子再给它套起来 套起来 让它在这个袋子里继续生长 然后什么时候取代呢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湿度 这个时候取代也有看时间 最好是选在温度不太低 然后有一点这种 看一下这个天气 雾蒙蒙这种天气是最好了 有一点这个湿度 然后我们取代 取代的话 也不要一下子把这个袋子取掉 我们可以撕一个洞 这个袋子让它撕一个洞 然后逐渐的扩大这个洞 慢慢让它适应这个 慢慢的让它适应这个 里外的温度 湿度 然后适应到这个环境了 我们就把这个袋子可以彻底拿掉了 然后关于移栽 因为我多个牵扎到里面 关于移栽的话 我们最好是让它 这个根啊 无限的生长 无限的生长 根长得旺一点的时候 我们在风盆 如果说现在风盆的话 它里面都是毛细根很脆弱 不过后期我会继续跟进这个视频 那个时候容易伤到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来彻底根系 长旺一点 我们在移 毕竟我们是玩家 不是专业的 专业的也就不用看这个视频了 今天大概话有没有讲到这边 后期我们继续观察这些牵扎的 包括后期的假节 我会继续跟进 好了 视频我们今天讲到这边